歡迎來到玩具TV第28季大結局第十二集 今集已經是最後了 所以我沒有下一集 我不敢說 那麼… 把它收拾吧 既然是這個大結局 不知道有沒有下一集的情況下 我們今天不是在星期五播放 始終星期五也不想阻礙大家 這一個… 你班友 歡聚鬆秋節的時間 所以我們今晚都會在星期三做直播 所以開波的聲音 除了後面的粉皮走來走去之外 這次開波要介紹的就是這個ARR 如果大家有留意這個… 我叫Art Toys 又或者對於這個黑色幽默的大師 Sean 的作品有認識的話 其實這個已經出到第八隻還是第九隻了 剛剛昨天收到 順便因為一開波都要鳴謝老朋友Derek 其實大家… 我上次呼籲過了 我們其實玩具TV最缺乏的除了錢之外 是Delivery 我們整班人沒有一個是有車的 很窮 所以變成有些忠實的大師 今次一箱 載了一些非常巨型的玩具 變成都可以真的不需要 就著地域限制 可以拿過來和大家分享和開箱 所以再一次多謝Derek 謝謝 好了 真是砰砰聲 開啟這個 IDOMETER MAN 其實每次Sean 的作品 無論畫作也好 也好 都會滲透一些濃濃的黑色幽默 而且重點當然是 她這種壞樣子 用一些好血聲 來表達她的畫面 這是我個人非常欣賞的 回來啦 Corena Art 不需要多介紹 因為我都未開過 也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相當不出奇 正常這些防藝的東西 兩個QR 曲 一開其實 整件東西 是這麼多的 很重手 看你那個 其實也不算重的 有沒有BONUS 這個底部 通常都沒有 我都看 嘩 有什麼 當然是刺激的 好了 把工具放進去 看看這個 EDIOT METER MAN 一貫的Sean 的FIGURE 作風 亦都用了這個 非常亮的 塗裝 和我叫做 漆鏈 整個 和之前的FIGURE 比例來說 其實都是類近的 當然造型來說 都會跟隨 本身Sean的畫作 你會看到 近一點 最主要的 EDIOT METER 的設計 一射到我 頭上 就會看到這個字 會彈出來 是 是 是 在我 是 拿著 是 給我頭你 如何 或者 寫著 IDIOT IDIOT 或者 都行 都行 我自己來說 真的挺喜歡 他的畫作和作品 在拍賣會 一些複製畫 價錢 都不是我這些窮人 負擔得起 所以 變成 ALL RIGHT RESERVED 這間廠 主要都是 會有一些 很出名的藝術 例如 Karls Sean 或者其他 不同的 出名藝術 他們都會將 他的產品 立體化 又或者 可能直接賣 他們的畫作 所以這次 我沒有記錯 不知道是不是第八 還是第九個 就著Sean的畫作 將他立體化的產品 坦白說 其實我也錯過了一個 就是 金正恩 那個 其實也不算貴 也不太炒得厲害 但是 我肯定是沒有興趣 Anyway 希望 有機會 都會見到Sean 再來香港 看看有沒有機會 拿些作品 給他簽名 好了 介紹完 待會見